我妈大病了一场后 变得很奇怪 爸爸打她 我妈给她递菜刀 她笑眯眯地说 来来来 朝这儿砍 杀了我 你那些侄子 外甥都别想考工 奶奶嫌我是女孩 打骂我 我妈去我姑姑家门口骂街 我婆婆不争气呀 怎么生了个女儿呢 天生讨人闲的赔钱货 嫁给村支书的姑姑 当场黑了脸 我妈得意洋洋地拉着我 哼着小曲 发起疯的射处 狗都怕 宝子们好呀 祝大家顺风顺水顺财神 给财神点赞后 评论区发送 谢谢财神 他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好运哦 我啃着手里的玉米面窝窝头 看着唐哥手里的鸡腿流口水 鸡腿肉掉在桌子上一块 我立马伸手抢过来 塞进嘴里 我奶奶的筷子狠狠抽在我手背上 骂道 讨吃鬼 就那么指甲盖大小的鸡腿肉 太香了 香的我觉得窝窝头都别嗓子了 我二婶 看见我嘴馋的模样 骂了句 真是没教养 桌上的东西都捡着吃 我二婶啊 在县里上过班 讲话总是让人听不懂 教养是啥 我也听不懂 反正看他表情 不是啥好词 我没吭声 盯着唐哥手里的鸡腿 心里念叨着他 再掉一块 在饭桌上 只有唐哥能吃肉 吃白米饭 而我只能吃窝窝头 配上很咸的白菜帮子 吃完饭 二婶抱着唐哥回屋睡觉了 我奶奶瞪着我说 去洗碗 再摔了碗 明天你就吃猪食 我低着头没说话 收拾着碗筷 出了门 我把藏在兜里的一个白面馒头拿出来 馒头是真香啊 我咽了咽口水 忍着不吃 我又从锅里咬了一碗稠粥 偷了一个鸡蛋 端着饭 我去唐屋找我妈 前些天 我爸喝醉酒 打了我妈一顿 没想到我妈那个时候竟然怀了身子 流了好多血 她躺在床上 烧了好几天了 昨天我去找她 怎么叫都叫不醒她 进了堂屋 我看见我妈坐在炕头 表情呆呆的 走近了 我听见她念叨着 卧槽 我这是猝死后穿越了 老天爷呀 我这穿的人也太惨了 这记忆里就没有一点好事啊 妈 你咋了 我吓了一跳 赶紧走过去 我妈看着我 忽然抬手摸着我 不停的流泪 她一把抱住我 轻轻说了句 姐 你安心走 我会照顾好小草的 一开始 我妈抱我抱得很紧 她说完这句话 身子忽然就松软了 我怕她是病得厉害 中了鞋 赶紧给她白面馒头 妈 你快吃 吃了有劲 病就好了 我妈接过馒头吃了一口 我肚子不争气的想了 我赶紧说 妈 你吃 我要去捉泥丘喂鸡了 鸡吃了泥丘 以后下的蛋又大又圆 一天不喂就不行 我妈揪住我 她仔细看了看我 莫名其妙的就哭出来了 好好一个小姑娘 都快瘦成猴了 她下了土炕 拉着我去了厨房 厨房的碗柜里 还有半只鸡 那是我奶奶留给我爸的 我妈拿出鸡 又从米缸里挖了米闷饭 还炒了四个鸡蛋给我 放足了油 我妈妈咧咧的 吃她娘的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架 厨房里冒着香气 我肚子叫唤得越来越厉害了 可是我害怕 妈 妈 我往窗外看了一眼 声音都在发抖 咱们要是偷吃了鸡 爸爸会打死咱们的 我妈没说话 塞给我筷子 让我吃 我太馋了 也太饿了 没忍住 跟我妈一起吃起来 真香啊 我原来也能吃上鸡腿啊 油汪汪的鸡腿肉 狠狠咬一口 满嘴都是油 鸡蛋搅拌上大米饭 再淋上一勺鸡汤 香 太香了 好呀 我说烟囱咋冒烟呢 原来是你这个丧门星在偷吃 我奶奶站在厨房门口 扯着嗓子吼道 老大 你媳妇带着这个讨吃鬼 在偷吃呢 我看你就是打他打得轻了 才让他胆子这么大 我爸出现了 他看了一眼饭桌 沉着脸 抄起了鸡毛胆子 咬牙切齿的说道 好呀 你的懒婆娘 居然敢偷鸡吃 今天不打死你 明天你就敢偷男人了 我怕的腿都在抖 挡着我妈 哭求道 爸 是我要吃的 别打我妈 他经不起打了 我原以为我妈会吓得下跪 哀求我爸 可是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妈抄起菜刀 塞到我爸手里 她站在院子里 扯着脖子吼道 王贵 你别用鸡毛胆子啊 用菜刀 给我个痛快 砍 就朝着脖子砍 杀了我 你那些个好侄子 好外甥 都别想考工了 考工这两个字 我听懂了 我们这儿的人 一旦考上那个工 就能当官 能光宗耀祖 东村一个远方表哥 就是考了这个工 他爹妈走路都抬着头 说话都硬气三分 反了你了 我爸手里的菜刀扬了起来 他还没下手呢 我妈把厨房门口的鸡血 往身上一拖 他躺在家门口 又哭又闹 杀人了 杀人了 王贵杀人了 刚吃完午饭 大家都在家门口闲聊 一听我妈喊杀人 都聚集过来 我爸正好举着菜刀冲了出来 所有人都轰得一声炸开了 没一会儿 全村都知道 我爸要杀人 砍了我妈一身血 这事闹大了 村支书都来了 关起门打媳妇 谁也管不了你 但是动刀子杀人 这就是违法了 村支书气道 王贵 咱们村要是出个杀人犯 家家户户抬不起头 村支书这话讲的没错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一旦村里出了杀人犯 别人喊我们都是 哦 你是杀人犯村里的 我妈躺在地上 疼得直哼哼 我姑姑也赶来了 急急忙忙的说道 哥 你这是要害死 咱们一家子啊 村支书黑了脸说道 书萍 你要是管不住你哥 惹下这大事 咱就离婚 刚刚县里都给我打电话了 问咱们村杀人是咋回事 咱们儿子可是在城里念书 坏了她的名声 毁了我这个位置 我跟你们忙家人没完 我爸平时就知道动拳头 也没啥脑子辩驳 他急得直嚷嚷 没有啊 我可没有杀他 我奶奶也急了 那刀子 是这个疯婆娘 自己塞到王贵手里的 我妈哼哼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是啊 我疯了 要自己男人砍死自己 这传出去谁信呀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我要去县里告 去市里告 去北京告 就说男人动刀子 支书包庇大舅子 不给我主持公道 村支书跟我姑姑 狠狠地骂我爸一顿 让我爸安抚好我 我姑姑说 让嫂子养好身体 过阵子村里锣鼓大会 让他到县里亮亮相 也破了谣言 否则的话 咱们谁都不好交代 经过我妈这一闹 我爸爸跟我奶都不敢动手了 我们吃了半只鸡 四个鸡蛋 三碗白米饭 居然没挨打 这日子 我可是想都不敢想 晚上 我妈烧了好多热水 给我洗澡 这在平时 根本不可能 敢用柴火 我奶第一个打死我俩 给你猴子洗洗澡 我妈给我搓着你 看到我身上 以前被我爸打的疤 抿了抿嘴 我觉得像做梦一样 飘飘乎乎的说道 妈 这日子咋这么好呢 能吃肉 还不用挨打 我妈不知道为啥 又哭了 她一抹眼泪 稚气满满的说道 这算啥 妈要带你过好日子 往后谁也不敢打咱们 咱天天吃肉 吃白米饭 不光吃的好 妈还要送你去上学 我听了 觉得我妈说的太玄乎了 我问她 妈 你今天咋想的呀 万一我爸真砍你 可咋办啊 我们洗干净了 躺进被窝里 我妈一边摇扇子 一边跟我说 这就叫策略 小小的躺屋里 燥热得很 我妈摇着扇子 带来一丝清凉 她跟我讲什么是以退为进 什么叫狐假虎威 我妈说着说着 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她睡梦中嘟囔一句 哎 我这是25岁 无痛当妈呀 好闺女 妈一定好好养你 我看着她睡着的模样 却有些害怕了 我妈连个小学都没有读过 咋懂这么多道理呢 这里面的活儿 到底还是不是我妈 我妈从前大字不识的几个 可现在却能说出好多大道理 我怀疑那里面的活儿不是我妈 但是我也不敢漏了下 得再观察观察 我这个妈 是真虎啊 她插上门 搂着我睡到晌午 任凭我奶妈接 也不动他一下 恰巧我爸接了个活儿 去邻村帮人带房子了 不然又得打他 上午我二叔从县里回来了 二叔在县里有个正经营圣 是给家具城做工的 他每个月回来几次 都带着肉 我奶最喜欢二叔 总是夸他长得好 有出息 二叔回来 我奶就催着我妈做饭 我妈嘀咕一句 就是挑软柿子捏 我听了 默默地帮他烧火 在这个家 我二婶是不下厨房的 他每天就是看看书 带着我堂哥到处转转 二婶原来是县里的人 可惜他爹死得早 他妈重病一场也没了 我二叔命好 娶了二婶这个县里人 我私心觉得 我二婶是瞧不上这个家的 当然 我也不懂他 凭啥看不起我们家 毕竟他自己一穷二百的 难不成他还是我妈 只是鬼门关走了一遭 变聪明了 他烧好了一桌子饭菜 我帮他端到了堂屋去 小曹 快过来吃 我妈给我盛了满满的白米饭 塞给我筷子 我奶一看 当场就给了我妈一个耳光 骂道 哪有你这么糟件粮食的 不是还有粗面窝窝头 干啥吃白米饭 他说着 抢了我的碗 塞给了我堂哥 二叔跟二婶 低头吃饭 没说话 堂哥拿了一个猪蹄 美滋滋地啃着 还吵我做鬼脸 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怕我妈再挨打 扯了扯她的衣袖 没想到我妈眉毛一横 笑了 啥意思啊 小草吃米饭 就是浪费粮食 我奶理直气壮地说道 咋的 你还跟我白脸色呀 生了个女娃娃 天生的讨吃鬼 赔钱货 我告诉你 能让你上桌吃饭 就是我们老王家 对你的恩德了 恩德 我妈抓了桌上 另外一个大肘子 往我怀里一塞 我傻了 其他人都傻了 我妈站起来 猛的掀了桌子 哗啦啦的 饭菜全都砸在了地上 既然不让我们吃米饭 那你们都别吃 我妈抓住我的胳膊 麻溜的就往外跑 我奶反应过来了 去厨房拿上擀面杖 就追着我妈打 快吃快吃 我妈拉着我一路狂奔 路上催着我啃肘子 村里的人 跟看猴儿似的 看我们 我一边跑 一边啃 这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吃出肘子 我妈煮的肘子 放了糖 吃着有淡淡的甜味 我不知道为啥 吃着吃着 就眼泪就流出来了 这两天 我竟然吃了两次肉 你这是口水 从眼睛里流出来了 我妈笑话我 给我擦了擦嘴 我呜呜地哭 妈 我奶经常说 吃得越多 死得越快 我吃这么好的肉 是不是快死了呀 听她放屁 她一顿吃两碗饭 咋没洋王收她呢 我妈骂了一句 转眼间 我们就跑到了我姑姑家 我妈拽着我在泥塘里 滚了一圈 往地上一坐 开始嚎啕大哭 我姑姑听见动静出来 她一出门 就看见我奶 举着赶面杖冲过来 要打我妈 小姑子 这日子没法过了呀 我妈扑过去 抱着我姑姑的腿 生个闺女 没活路啊 咱们整天骂小草 是个赔钱货 是个讨吃鬼 一口白米饭都不让吃啊 咱们女人啊 真是命贱 小姑子啊 你说妈也生了你 这么个赔钱货 你是不是也不能吃白米饭啊 我妈哭着 又对我说 小草 快去你姑厨房瞅瞅 看她是不是天天吃糠野菜 啃黄面窝窝头 满村的人都在围观 大家看好戏一样 让你胡说八道 我打死你这个桑文星 我奶奶气得要打我妈 我脑子一转 扑通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也大哭着 妈我要死了 都怪我 不该偷吃荤星 可是我太饿了 我梦里都在啃树皮啊 没想到我哭得太用力 哇的一声吐出来 有肘子 还我啃得半个窝头 我姑姑推散着我妈 有啥事 进屋说 喂这么多人 干啥呢 村支书的声音传过来 大家立马让出来一条路 我瞄到村支书 带着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走了过来 没法活了呀 我的小草啊 我妈过来抱住我 哭得歇斯底里 妈带你去城里要饭 也比呆在这个家强啊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可是伟人的话 被你奶奶当成了屁 你奶奶虐待咱俩呀 你爸才把我打得流产 你奶又不让咱们吃饭 这日子咋过下去吗 小赵 这就是你说的误会 那个男人黑了脸说道 你们村杀人的事情 你跟我说是谣言 县里派我下来走访调研 没想到你们村 还有这种虐待妇女儿童的事情 还申请模范村 我看你 想都别想了 村支书连忙说 误会 刘科长 真的是误会 这位妹子 另外一个大婶 过来把我妈扶起来 严肃地说道 你有啥委屈 都跟我讲 我是县里的妇女主任 有任何问题 都会帮你解决的 今天大老爷呀 真的是大老爷来了 我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激动地说道 咋还有这种大好事呢 我要写信 感谢你们 替我们娘俩做主啊 往县里写 往事里写 不是还有啥子记者 我要去城里找他们 告诉大家 我们县里的瓜 是真做主啊 我妈这么一说 我看到 那个大叔跟大婶对视了一眼 那个男人的表情更柔和了 过来主动把我抱了起来 叔叔 你真的是电视里 演的青天大老爷吗 我怯生生地说道 你来了 我跟我妈生生能吃白米饭 能不挨打了 站在边上的父女主任哭了出来 她还特意换了个方向哭 一边哭一边对我说 孩子 你放心 我们这次来啊 就是解决问题的 咋 当官的 也不能管我们家务事啊 我奶奶还不服气 嚷嚷着 谁家婆婆 不打骂媳妇两句了 她生不出男娃娃 还有理了 我姑姑立马把她扯住 不让她再说了 他们带我们去了村委 说了一大堆话 临走前 我妈再三说 她会给县里写信 感谢刘科长跟父女主任 这两个人走的时候 表情挺好 等他们一走 我当村支书的姑父 狠狠把茶杯砸在我奶奶脚下 她瞪着我姑姑说道 咱俩也别过了 你回你们老王家吧 我妈叹了口气说道 她姑父 你呀 也别着急上火 毕竟这事 小姑子没做错啥 我奶奶恨恨的说道 都是你这个脚屎棍 还有脸说 你这是啥意思 村支书姑父 好像听出点啥 看向我妈 我妈抱着我 咧嘴笑 我刚刚可是看见了 那两个人啊 是带了记者下来的 她姑父 我闹大了 这事才有人关注啊 在村里做事 最怕的就是没人知道 你说是不 我姑姑黑了脸说道 你是嘴里喷粪 这是啥好事 对呀 就是好事 我妈也拍我的大腿 坏事变好事 政绩这不就来了 我大腿被她拍得生疼 脑瓜子嗡嗡的 这肯定不是我妈 我妈打小 从不敢在我姑父面前 说这么多话 我这个假妈 也不知道 私下里跟我姑父讲了啥 把她哄得团团转 她姑父 你放心 一个月后 县里的表彰信 肯定回下来 我妈信誓旦旦的说 我姑父撂下话说 书平 往后你妈跟你哥 再敢动手打人 不给她饭吃 那咱俩的日子 也别过了 你收拾铺盖回娘家 咱儿子也不认你 这可是重话呀 吓得我奶奶 跟我姑姑脸都白了 哪个还敢不答应 回家的路上 我妈想拉我的手 我躲开了 她看了我一眼 也没说啥 回家以后 我妈找我二婶 拿了笔根植 我二婶不情不愿的 我妈直接上手抢了 我这个妈 咋能这摇牛呢 不给饭吃 就掀翻桌子 不给笔植 就直接抢 我听见我妈嘀嘀咕咕 与其委屈自己 不如逼疯别人 我听了 觉得颇有些道理 像村里的疯婆子 人人都闲 人人都怕 过得倒是舒坦 我奶妈她 小学刚毕业 大字不识几个 还学人家写信 真是猪鼻子插葱 装相 我奶奶这个大嘴巴 满世界说我妈装相 学文化人写信 村里人还来看热闹 阴阳怪气的笑话我妈 说她肚子里没墨 静作怪 我妈反驳说 我这是要给市里的报纸投稿的 什么写信 不懂别瞎说 她这么一说 连我那个话少的二婶都开口了 二婶拉拢着脸说道 大嫂 你就这样的 别侮辱了文学 哎哟 听听 文学这俩字 多高尚呢 仿佛说出这两个字 我家的基石都变香了 这么多年 我二婶就是靠着文学俩字 在我家当菩萨呢 她高中毕业 天天做着文学梦 我二叔每次回来 都把她写的信拿去投稿 可来来回回这么多年 也没见她发表过一篇 村里本来见我二婶 是高中毕业 想请她到村小学教书 结果我二婶去了两天就不去了 嫌村小学的学生 蠢笨 掉价 我呸 还掉价 她啥价呀 我这样的咋了 我妈养了养手里的稿纸 往地上呸了一声 没有我这样的 你这清高的高中生 能每天一睁眼就能吃上饭 你那些脏衣服 是谁给你洗的 地里的活 又是谁给你干的 我妈越说越气 嗓门都拔高了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谁家的活谁自己干 我们各家都有三亩地 别指望我去给你种 从今往后 我做饭你就得洗碗 否则的话 你给老娘喝洗北风去 我乃吉道 你别蹬鼻子上脸啊 少说两句 我听女婿的都打骂你 可是该干的活 你一样不能少 眼看着就要秋收了 你别想偷懒 咱家那六亩地可指望你了 这一次 我妈没有说那么多话 她置地有声地问了三个字 凭什么 是啊 凭什么 这三个字 像是一道惊雷一样 在我脑子里炸开 我妈说的我二婶脸都白了 可我却听得痛快 我二婶嫁进来这八年 就因为二叔在县里干活 就因为他生了个男娃 在家啥也不用干 还有我奶 听说他从前也是干活的一把好手 可现在全指望我妈 播种的时候 六亩地亚 我妈一个人从早忙到晚 她在地里忙一天 回家以后连口饭都没有 我奶打麻将不见人影 我二婶关起门来自己吃 至于我那个爸 活着跟死了没甚差别 地里的活是一点不干 仗着自己的泥瓦将手艺 混点烟钱酒钱 他觉得自己了不起力 觉得自己挣了不少钱 可他啥时候拿回来一分钱 家里能攒下点钱 都是我妈种地养气的血汗换来的 我妈性子软 不会讲话 种地 洗衣服 做饭 样样都是他干 他干这么多活 没有落下一句好话 反而动辄被我奶跟我爸爸打骂 以前就因为 他劝我爸洗洗脚在睡 被我爸打得鼻青脸肿 还说什么 死女人 还敢嫌弃老子了 你是啥城里大小节呀 还洗脚 老子要不要再洗个澡啊 他没钱了 还问我妈要 口口声声说 老子挣钱养家糊口 跟你要几个花花怎么了 我妈受了那么多罪 今天终于有人替他问了一句 凭什么 我听了 不知不觉的不觉的流泪 我蹲在墙角处 默默地擦着眼泪 我奶被我妈问住了 急到 什么凭什么 谁家媳妇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 不也是受罪受过来的 我妈走过来 摸了摸我的头 对我奶奶说 谁都是这样过的 但我偏不能这么过 因为我这条命 是别人换来的 我如果继续 这么窝囊地过下地过下去 对不起那条命 我听了 猛地抬头看向她 她这是啥意思 她这是承认 我妈的壳子里换了个人 我妈拉着我 去把手里写的东西 交给了我姑父 让她寄出去 我姑父一看 脸上就笑了 你这篇稿子写得有觉悟啊 我妈在稿子里 夸政策好 县里的关怀到位 村里的干部做实事 才让广大妇女脱离苦难 我们没有回家 住在田梗上 吃苦受罪 你将来一定要读书 考上大学 不能过妈这样的日子 那个时候 我觉得考大学很遥远 问了她一句 那我要是考不上大学咋办啊 村里只要读书 就奔着考大学 可是能考上的 没几个 如果读书就要考大学 我是害怕的 我害怕辜负了我妈种的地 我妈想了想说 考不上也没啥 将来做你想做的事 过你想过的日子就行 我听了觉得舒心点 问她 妈 那你有啥想做的事吗 我想做的事 就是你能过上想过的日子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 你别嫌弃妈 我想起春天的时候 我跟我妈也是坐在这里聊天 我想她了 我呆呆的流着泪 心口疼 这个假妈能说会倒 能让我俩吃饱饭 不挨打 我原先那个妈 胆小怕事 紧张起来说话都结巴 可她为了我 也是敢豁出去的 她为啥被打得流产了呢 是因为想送我去念书啊 我眼看着就快九岁了 可是始终没能去念书 我经常偷偷坐在我二婶屋下面 听二婶教我堂哥背诗 写作业 我妈默不作声的 把我带回屋子里 偷偷塞给我一颗糖 我也埋怨过 为啥你不是二婶呢 为啥我不是男孩呢 我妈说不出好听的话 只会跟我说 小草 妈没本事 是啊 她是没本事 除了洗衣服做饭种地 啥也不会干 我以前特别想换个妈 可现在真的换了 我又想她 再没本事 她也是我妈 是处处为我着想 怀胎十月 生下我的妈呀 我哭够了 我身边的人搂住了我 她说 小草 让你吃饱穿暖 读书写字 念大学过好日子 这是她心里的执念 我能感觉得到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来到这里的原因 我吸了吸鼻子 只说了一句 我妈不能白死 这个假妈 当时质问我奶 凭啥那些活就该她干 我也想问一句 凭啥我妈 就这么白白没了 我爸就因为 我妈提出要拿钱让我读书 我爸暴怒之下 就打了她 其实更多的是因为 她在外面打牌 说了前阵子 卖鸡蛋攒下的钱 她一拳头 下手那么重 打得我妈流了那么多血 而我奶呢 觉得我妈保不住孩子 没福气 是个丧门星 她把我妈丢在堂屋里 一口热壶饭都不给她吃 我妈就是这么没有的 凭啥呀 他们都过得好好的 我妈就这么没了 你说的对 不能白死 她低声说 好人有好报 坏人有恶报 这才是道理 我爸去县里打了半个月工 一分钱都没有带回来 本来我跟我妈吃完饭 在堂屋睡觉 她冷不丁就回来了 谁也不知道 这半个月我多么希望 她就死在外面 她一身酒气的 踹开堂屋的门 把我跟我妈从睡梦中惊醒 妈的 老子一回村 又听到你这个死婆娘做妖 我爸冲进去 揪住我妈的头发 把她拖到了地上 还写什么信给市里 你大字都不识得几个 装什么像 我爸骂骂咧咧的说道 你知不知道 村里人都在外面咋转 说你勾搭上村支书了 跟她睡了 给老子戴绿帽子 所以她才站出来 听你说话呢 我吓得浑身发抖 上去要帮忙 可我爸升得身高马大 一脚就把我踹开了 我疼得呲牙咧嘴 吼道 爸 你不能再打我妈了 我姑父说了 你要是再打她 她就跟我姑姑离婚 让咱们家没脸 你给老子闭嘴 张口闭口姑父的 你干脆喊她爹算了 我爸更生气了 她一路拖着我妈 把她拖到了院子里 我妈脸上有一种隐忍的痛苦 她紧闭着嘴 不哭 不闹 不挣扎 从前我妈总会哭着求疗 以此来换取我爸的饶术 可是这个妈妈 她没有 她狼狈得很 身上穿着背心 短裤 腿上跟胳膊上 全是对我爸打出来的伤痕 院子外面 沾满了抽烟的男人 我认出来 他们都是村上的二流子 我爸经常跟他们聚在一起打牌 喝酒 有个男人目光在我妈身上流连 盯着她的大腿跟胸口 王贵 你还真没吹牛啊 你这婆娘 就是白 那个男人蹲下去 把眼圈往我妈脸上吹 露出一口大黄牙 嘿嘿笑着 身上白 脸跟胳膊黑点 倒是不算傻 这么好的婆娘 你真舍得递给山子一晚上啊 我看的都眼馋了 山子 我看向那个瘦猴脸的男人 这是县里家具厂的小老板啊 留山子抽着烟 也没说话 只是笑 这是啥意思 我从屋子里拿出被单 想给我妈遮住身子 就听见了这么一句话 我虽然才八岁多点 但是村里的人说话一向 昏速不济 有些话啊 我能隐约听的懂力 这是我爸在外面输了钱 要把我妈拉出去抵账 这是畜生都做不出来的事啊 有啥舍不得的 他早跟村之书睡过了 破鞋一支 让谁睡都一样 我爸摸出一根烟 不耐烦的说道 赶紧弄 弄完滚蛋 我知道自己根本说不动我爸 我妈呢 她平时那么能说会道 这个时候咋不吭声了 村里人根本不敢管我家的事 我爸动辄打骂别人 我都没法找人求救 小曹 别管 我妈忽然跟我说了一句 其他男人哈哈大笑起来 哟 王贵 你这婆娘是急着要跟山子睡了呀 我眼泪不由自主地外流 咋办 咋办啊 难怪我妈跟我说 他再能说会道 一旦我爸这个畜生动起手 都没用 因为畜生是不会听人话的 说话之间 我爸跟几个男人 把我妈拖进了屋子里 我看见 我二婶在他屋子里往外看 可是当他对上我的视线时 二婶飞快地拉上了窗帘 这是不想帮忙啊 我擦了擦眼泪 往外跑 我奶上县里卖鸡蛋了 指望不上 早上我妈去村委接了电话 回来跟我说 我姑父去县里开会了 咋办 咋办 我脑子乱哄哄的 想找人求救 这个时候 田里有人干完活 在大树底下坐着喝水 是林奶奶跟他二媳妇秀琴婶子 林奶奶早年丧父 中年丧父 晚年丧子 村里人都说 他是扫把心 遇见他都是绕道走 至于秀琴婶子 我都不敢多看他 他脸上有一道疤 看着怕人 听说杀过人坐过牢啊 可我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开口求道 奶 婶子 我爸带着几个男人 把我妈拖进了家 我原以为林奶奶跟秀琴婶子 不想管这事 毕竟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尤其我爸在村里 实在没有个好名声 以前村里有个男人 帮我妈修了一下 坏掉的自行车 我爸知道了 去人家门口骂街 我奶更是逢人就说 我妈不检点 到处勾引男人 你说 闹出这种事情 谁还愿意管 走 没想到林奶奶只说了一个字 秀琴婶子是个哑巴 直接就扛起了锄头 他俩一个人扛着锄头 一个人扛着铁铲 就往我家跑 我跟在他们后面 跑的鞋子都掉了一只 满脸的土 我回去的晚了一些 等我进了屋一看 人都傻了 我爸躺在地上 大腿哥都是鞋 他瘫在地上 好像动弹不了 只知道叫唤 至于那个叫山子的男人 坐在墙角 手不停地在抖 边上放了一把生了锈的刀 我妈裹着被子 好像被吓到了 原先那些看热闹的男人们 早就不见了 林奶奶上了炕 搂住我妈 让秀琴婶子关上门 妈 妈 你咋样啊 我流着泪 爬上炕 我已经没有了一个妈 可不能再失去一个 我妈一哆嗦 昏了过去 可是我感觉到她昏迷浅 重重地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心里糯明就觉得 踏实了不少 林奶奶以前是个赤脚医生 她弄了草药 止住了我爸爸的血 她在我爸身上一摸索 就说了一句 贪了 就不回来了 秀琴婶子用绳子拴住了山子 山子已经丢了三魂六魄 嘴上求饶 别把我送到派出所 我家有钱 我可以赔钱 而我妈 躺在被子里 一言不发 她这是遭了大罪呀 我在厨房里 煮了红糖鸡蛋水 刚端出来 就看见我奶跟我姑父他们进了门 我奶去县里买鸡蛋 就是我姑父带她去的 我说大白天关着门 是不是见了鬼 我奶一看见我煮红糖水 气道 原来是由你这个小鬼偷吃 哇 我姑姑扯了一下我奶的衣袖 村支书姑父 脸上喜气洋洋的 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营养品的网兜 可不是见鬼了 林奶奶从屋子里出来 往地上催了一声 阴阳怪气的说道 王贵可是干了一桩光宗药祖的大好事啊 等他们进了屋 看见我爸摊在床上 我妈躲在秀琴沈子怀里 地上 还有个用麻绳捆住的衫子 王贵在外面输了钱 把衫子喊到家里来 让她睡清贫底债 林奶奶三言两语的解释清楚原委 一脸鄙夷的说道 也不知道 这两个畜生 为啥在屋子里打了起来 闹成这样 既然村支书来了 你给个主意吧 报警 还是私下了事 村里很多事情 都是关起门自己解决的 很少报警 大家总觉得 丑事不能往外转 否则村里的名声坏了 其他村的女孩子 不愿意嫁过来 就糟糕了 那个猴脸一样的山子急了 立马说 支书 我家在县里有个家具厂 家里有钱啊 只要不报警 啥事都好说呢 村支书没说话 摸出一根烟 在鼻子上闻着 我姑姑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嘀咕一句 这可是大丑事 我用勺子为我妈喝水 她喝了半碗水 脸上才有了点泄色 我乃哭天枪地 哭嚎着 杀千刀的 咋地把我儿子害成这样啊 林清平 你这个扫把心啊 自从你进门 我家没有一件好事啊 找警察 必须找警察 我儿子 不能白白受这个罪 好什么好 村支书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烦闷的说道 清平刚在妇女报上发了文章 县里专门开会 表彰这个事 在这个节骨眼上 闹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丑事 我姑姑立马坐在坑边上 拉着我妈的手说道 嫂子 我哥不是个东西 我们王家对不起你 可是事情既然出了 咱们就得想办法 现在报警 抓了我哥跟山子 又有啥用呢 她说着说着 叹了口气 再说 事情传出去 外人咋看你呢 嫂子 你以前跟分嫂子关系好 她是咋死的 你比谁都清楚 我听了 心里闷闷的 分婶咋死的 她是被人逼死的呀 我姑姑这个时候说这个话 不是往我妈心口捅刀吗 我妈遭了这么大的罪 都是我那个该死的罢害的 我姑姑为啥用这个话点我妈呀 前年的时候 分婶子 吊死在了自家房梁上 外面都在转 她偷人 她男人在外面打工 回来以后 听说这事 打了她一顿 村里人又说 肯定是偷男人啊 不然她男人干啥打她 好些日子 分婶子一出家门 就有人指指点点地骂她破血 那些人说得真真的 好像躲在分婶子床底下 看见了一样 连带着她儿子 都被人骂 她儿子在外面受了气 回家骂她 她半夜找了根麻绳 在房梁上吊死了 这件事情 我妈也是知晓的 我姑姑现在提分婶子 就是不想让她主张报警哦 我妈靠在秀琴婶子肩膀上 流着泪说 我晓得老王家要脸 但是这个罪我不能白手 现在王贵贪了 小草还小 我一个人往后日子咋过呀 山子赔的钱 必须捏在我手里 村支书一听 我妈答应死了 立马说道 咱们现在就让山子写字句 这钱都给清平保管 谁也不许惦记 我却瞧见我乃 眼珠子咕噜噜转着 也不知道在打什么坏主意 等山子写了字句 这事就算是完了 我爸躺在床上 只有上半身能动弹 吃喝拉撒都得要人伺候 我乃倒是心疼她 没白天没黑夜的 给她喂药喂饭 端屎端尿 过了几天 山子来送那笔钱 我煮了鸡蛋要给我妈吃 走到屋门口 我听到山子跟我妈说话 要我说 还是清平节你料事如神 知道废了王贵 这个窝囊废 王家人也不会说啥子 嫁给这种畜生 真是委屈你了 啥 我妈跟山子竟然私下里有事 我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心里矛盾得很 没想到 我妈早就察觉到 我在门口了 打开门 把我拽了进去 她把我抱在怀里 给我包鸡蛋 继续跟山子说话 那批家具卖的咋样 山子黑黑一笑 清平姐 要我说 你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啊 全卖光了 南方人抢着要呢 又给了一批订单 我傻眼了 咋回事啊 我妈咋还跟山子做起生意了 听他们闲聊 我才知道了原委啊 原来我妈前几趟进县城卖鸡蛋 就认识了山子 山子家有个不大不小的家具城 用料扎实得很 但是销量却不好 不外乎是样式不实行啊 现在的人都知道赶时茅啊 县城里的另外一个家具厂 专门请了一个南方设计师过来 挤兑的山子家没法干了 山子脑筋活 不安分 整天想去南方发大财 他老子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手艺人 山子爸嫌弃南方 那些样式中看不中用 一直不想转换思路 可是我妈跟山子一拍即合 出了几款设计图 我妈设计的家具 好看又实用 山子直接联系了南方的朋友 往那边卖了 我听着听着 心里想 看来我这个妈 以前就是干这行的 山子 我的能力你是看到了 我妈直截了当的说道 那咱们就按照原先说好的 筹资贷款 办公司 办厂子 山子的眼睛贼亮 特别仗义的说道 姐 我是信你的 你说咋办就咋办 我妈侃侃而谈 说起怎么贷款 办企业 厂子以后咋发展 说着说着 还说家具以后 要卖到什么香港 澳门 我听得津津有味 山子书笑道 姐 你可真敢想 香港 澳门 那可不是咱们的地界 外国人管呢 我妈自信的说道 放心 早晚会回归咱们中国 中国的土地 一寸都不能丢 她一边说 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 山子听得特别认真 连连点头 赞同道 姐 你说的是 开放以后 南边的人是越来越有钱了 人家现在都追求那个傻 生活品质 他们谈了足足四个小时 天都黑了 我乃在外面骂起来 死女人 你男人还在呢 你就关起门偷男人了 山子把我妈写的那些东西 塞进包里 择了一声 姐 我先走了 将来啊 我还想娶媳妇 不想坏了名声 哈哈 她溜走了 小草 我妈摸着我的头 问我 我跟山子合谋 害得你爸瘫痪了 你觉不觉得我恶毒 我立刻摇了摇头 她活该 我想了想 握住她的手 犹豫了一下问她 你以前是不是也遭过难 挨过打 我指的是以前的她 她肯定听懂了 她被我爸打的时候 脸上那种隐忍 是演不出来的 我妈沉默了好一会儿 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她说 有个姑娘 她前半辈子过得很不好 生在一个大山里 上面有一个大姐 下面有两个弟弟 她从小吃不饱穿不暖 整天挨打 她从小的愿望 就是好好读书 走出大山 她姐为了供她读书 甘愿嫁给了一个瘸子 后来初中毕业 要上高中了 她爹为了给两个弟弟 换彩礼钱 逼她嫁人 她的语气非常平静 我听着也没觉得 有啥稀罕 毕竟十里八村 多的是这样的女孩子 如果我有个哥哥弟弟 将来也是这样的命运 后来县里建了所女高 是新来的女县长 出面筹资建成的 可以让女孩子免费读高中 她考上了那个高中 她大学毕业 努力工作 比任何人都努力 因为她大姐生了重病 需要钱 她说到这里 不吭声了 我抬起手 给她擦了擦眼泪 她把脸埋在我的肩头 低声说 还好 她死前买了保险 受益人写的是她大姐 我不知道啥是保险 但是我听得出来 她很想她大姐 我像我妈妈安慰我一样 轻轻拍着她的背 喊了她一句 姐 她抬起头 满脸的泪 又笑着掐我的脸 可别瞎叫 让你奶听见了 找巫婆把我给抓了 她嘴上这么说 眼里却有笑意 我心里想着 妈 你走了 却给我带来这么一个好姐姐 这是不是你对我最好的守护啊 我妈写的文章 发表在了妇女报 我觉得应该特别厉害 因为我看见我二婶 专门去县里买了一张报纸 翻来覆去的看我妈写的 村支书号召全村人 聚集在村委大院 听我妈发表的文章 午后日头落了点 凉快了一些 大家听见村里头的大喇叭广播 挨家挨户的搬上板凳 成群结队的往大院走 我妈今天穿的特精神 从县里买回来的洋红色套装 穿上了小皮鞋 也拦散起来 可见酒病床前 亲娘也变后母 我妈还给我买了一条 的确凉的格子裙 给我扎了两小辫 这还是我头一次穿裙子 从镜子里一看自己 我愣了愣 哎呀 镜子里那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女孩 竟然是我自己 从前我总是挨打挨骂 吃不饱穿不好 走路没精神 拉拢着脑袋 眼神闪躲 可是现在我妈给我勤洗澡 买新衣服 让我吃肉 我跟我妈去县里找山子 也会被当成城里小孩呢 我一出院子 其他村里小孩就围上来 羡慕的想摸我的新衣服 我大大方方的 从我的小布包里 拿出一把糖 分给大家 有男孩子想抢 我一脚把它踹开 然后先给小女孩分 我妈说了 女孩子要知道爱女孩子 这样大家的日子 才更有盼头 一路上 我听到好多人议论我妈 清平了不得呀 居然还发表了啥文章 可不是 县里都出了表彰 说她是啥子妇女模范 快走走 咱们都去听听 她说啥了 等我们到了大院里 板着小板凳坐好 我妈上了台子上 开始讲话 她说 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叫 伟大的妇女同志 我妈这么一说 院子里的男人们轰然大笑 啥 伟大的妇女 哈哈哈哈 咋伟大了 洗衣服做饭的娘们 还伟大了 真是笑死个人了 那咱明天也写个伟大的男同胞 男人们起着哄 开起了玩笑 有个二流子 直接站起来 对我妈吹口哨 你是伟大呀 白花花的身子 陪县里的有钱人睡了 才换来今天的好衣服啊 我妈镇定的继续讲 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说说 什么是伟大的妇女 我妈的文章 写的直白通俗 就连我这个八岁多的小孩子 都能听得懂 她一连发出了很多疑问 为什么从女人肚子里出来的男人 却可以随意打骂女人 看不起女人 为什么女人洗衣服 做饭 种田赚钱 可是在家里生不出男娃娃 就被人骂赔钱货 为什么女人自己都看不起女人 婆婆打骂而喜 姑嫂之间争吵不断 这三个问题一提出来 村里的妇女们面面相去 女人们好像从没想过这些 为什么 农村妇女们千百年来 只会埋头苦干 从不会提出问题 我妈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呼声 我们要发现自己的价值 我们要团结起来 伟人曾说 妇女能顶半边天 我们顶了半边天 就是半个主人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就没有男人敢打我们 她的声音严肃 质地有声 性格懦弱的爱凤婶子哭着站起来 她用尽了力气吼道 我婆婆瘫痪在床这些年 都是我在照顾 家里面我食多的整整齐齐 每天都有热乎饭吃 田里的活 我也没少干 可是我男人总说 男人才是家里的顶梁柱 因为我生了三个女儿 就整天打骂我 没有女人 哪来的男人 脾气火爆的留寡妇 站起来大声说道 咱们样样不比男人差 我男人死了后 我不照样种田养猪 赚钱养孩子 可见没了男人 咱们女人活得照样好 又有个婶子责问她婆婆 你从前也被自己婆婆打骂 自己也苦了大半辈子 为啥现在总在家里挑事 欺负我呢 都是女人 何必为难女人 她婆婆被问傻了 乐乐的说道 女人吗 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妈把所有的人话 拼在耳朵里 她严肃的说道 对 一代代女人互相压迫 互相轻压 可这就是对的吗 这是不对的 女人应该互帮互助 应该团结友爱 女人力气是不大 一个女人打不过一个男人 可是十个女人呢 能不能打得过一个男人 如果一家男人敢动手 其他女人联合起来呢 想得美 我家男人就是打死我 也不能让别的女人打 有个婶子插着腰 得意的说 我生了三个儿子 可是大功臣 我男人可不打我 不像其他人 命苦哦 院子里的男人们 也回过院来了 这是窜多我们 不过好日子啊 你这个女人 没样好心 有人嚷嚷着 哄得我妈下台 也有人沉默不语 还有人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边想一边哭 我拖着脸 看着台上的妈 觉得她浑身都在发光 昨晚她搂着我说 小草 中国女性是最伟大 最坚韧的 她们拥有无穷的智慧跟力量 只是很多人被蒙昧了 有些人不让女人读书十字 把她们困在 无穷无尽的家务中 困在生儿育女的痛苦中 剥夺了她们思考的能力 让她们变得麻木 其实我们并不比男人差 男人能做到的 我们都能做到 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你要相信自己 相信女性力量 我一字一句 听在耳朵里 觉得心里头 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我妈的话 像是烙印一样 刻在了我心里 我妈说 这是那个女县长 去她们村里 宣传女校的时候讲的 她一直记了这么多年 自从我妈在村委大院 讲了那番话 村里仿佛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经常有村里的妇女 来我家找我妈聊天 我二婶见了 嘲讽我妈 那些人 书都没读过 你跟她们说什么思想 说什么价值 有用吗 要我说 愚昧的人懂得少 痛苦才会更少 我妈看着她 直截了当地说道 你倒是读过高中 你看不起我们这样 没受过教育的基层女性 所以在这个家 觉得高人一等 处处压迫我 一提我二婶读过高中这事 她脸上那种得意的神色 就上来了 自傲地说道 我自然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是 你跟我们不一样 我妈翻了个白眼说道 你精神上 跟男人一样 二婶好像没听懂我妈啥意思 当然 我也没听懂 可是我家 实打实地出了一件大事 村里几十个男人 联合把妈告到村委会那里去了 他们说 我妈骗了他们家的钱呢 村支书姑父一听 涉及一大笔钱 也吓到了 偏偏那些女人 处处维护我妈 家里的钱 我也有一份 我愿意交给清平 那些钱 是我自己攒下来的 我愿意咋花就咋花 村里的父女们 振振有词 这一下 闹得不可开交啊 这事还没有调查清楚呢 又不知道 哪里传来的消息 说我妈在外面搞什么投资 钱都被骗了 这事讲得真真切切的 说好几个人 连番打电话到村委会 我奶奶听了 差点晕过去 大喊 作孽呀 作孽 这个女人是要搅得翻天啊 我爸躺在床上 愤怒的说道 死婆娘 你说 你骗大家的钱都哪去了 我妈装模作样的 叹了地叹了口气说道 本来是想拉着大家致富的 没想到被人骗了 妈 你也想想办法 帮我还还债吧 我妈说了个数字 我奶掐着人中大喊 疯了 真是疯魔了 这么多钱 可是要坐牢的呀 我二婶瞥了一眼 我妈说道 大嫂要是坐牢了 小辈们都受牵连 离婚 我要跟这个丧门星离婚 我爸着急的说道 这可是涉嫌犯罪的大事 这下子 不离都不行了 我姑姑带着村支书 辜负的命令 抬着我爸 拽着我妈 去县里领了离婚证 离婚证拿到手里 我妈淡定的擦了 擦脸上的眼泪 我看着我妈那说放自如的演技 心里暗暗的竖起大拇指 这演技 比那些港台明星都好啊 这年头 女人被离婚 可不是啥好事 回去的路上 我奶奶倒是得意的很 就等着警察来抓你吧 骗了那么多钱 老底要坐穿哦 小草是王家的孙女 就是为她康厌菜 我也会把她拉扯大 这个你放心 我妈立马笑咪咪的说道 小草不劳你操心了 你伺候瘫痪的儿子 就够累的了 康厌菜呀 还是留着给你吃吧 这话可把我爸气的 坐在担架上还不老实 想打我妈 我妈现在可是养好了身体 有力气着呢 狠狠踹了她一脚 把她踹到了钩子里 我们回了村 发现我家院子里站满了人 我奶奶赶紧问 咋回事啊 是不是有人来抓 这个丧门星了 院子里 我二叔跟我二婶坐在一起 两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大家七嘴八舌 鸡鸡喳喳的都在问我二叔话 王强 刘山子真的搞到了大钱 要在咱们村建家具厂 哎哟 怎么大家都听说了呢 看来是真的 咋招工呢 院子里闹哄哄的 我二叔在刘山子县里 那个小厂子上工 现在带着一手消息回来 成了香伯伯 他笑笑说道 的确要在咱们村建厂 而且是个大厂子 刘总啊 现在可了不得 只要工厂建成了 咱们村里的人都能去打工了 二婶挽着二叔 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我妈 笑道 强子 你可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你是家具厂的老员工了 能不能进厂子干活 你是不是也能说上话呀 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我奶奶高兴的直拍大腿 连连说道 哎哟 我说听见喜鹊在屋顶叫呢 你瞧瞧 修了这个丧门星 全是大好事啊 村里的男人 现在尾巴都快翘上天了 先前被这个女人鼓动着 家家户户不安生 可不是 林婆子那个寡妇 带着坐过牢的秀琴 搞什么妇女保护 现在呀 看那些女人还敢蹦打 厂子建成了 咱们男人肯定进厂子赚大钱 女人啊 洗衣服做饭生孩子吧 男人们哄堂大笑起来 还有人笑话我妈 你不是说妇女有啥价值 妇女的价值啊 就是在灶头 还有在炕上 还有人说着婚话 有些机灵的人啊 居然点头哈腰的 给我二叔递烟了 我奶奶架势也白起来了 我儿子自然是说得上话 大家恭维我奶奶 养了个好儿子 我二婶淡淡笑道 我以后到场子里做文书 大家有啥困难 也可以找我 这一下子更了不得了 大家全去捧我二叔二婶 顺便踩我妈两脚 我妈像是看猴一样 看着那些奚落她 嘲讽她的男人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大喊一句 山子来了 啥山子啊 这可是刘总 没听见强子是这么叫的 刘山子梳着大背头 夹着黑色的公文包 特别有派头 她走过来 递给我一个袋子笑道 小草 这是叔给你专程买的巧克力 你尝尝 听说大城市的孩子 都爱吃这个 我刚要接 我奶奶一把抢过去 一个女孩子 咋能吃这么金贵的东西 我二叔连忙站起来说道 刘总 招工的事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村里的男人啊 都支持刘总建厂 一定要会好好干的 我妈笑咪咪的看着刘山子 刘山子一下子急了 连忙说道 姐 我可没说 要招男人进工厂啊 可能是我说得着急 强子没记清楚 这一下子 可是炸了锅了 大家面面相去 萌萌的 搞不懂刘山子 为啥要跟我妈交代这事啊 我妈牵着我的手 站起来 看向那些人淡淡的说道 厂子是要招工 但是可没说过要招男工 你是个啥东西 凭啥子插嘴 就是不招男人 还能招女人啊 我妈笑了 你还真说对了 就招女人 刘山子吼道 嘴巴都给我放干净点 清平姐是大老板 惹得她不高兴了 这厂子立马换地方建 靠山靠水 有木材的村多了去 要不是清平姐发话 我可不是非得选这个汕水村 我妈竟然是家具厂的大老板 这无疑是个惊雷啊 头一个就是把我奶奶 给批的外焦里嫩啊 厂子真的在我们村建起来了 名字就叫做青山家具厂 县里还派了领导下来剪彩 我妈穿着实心的套装 跟刘山子一起剪彩 气派着呢 厂子里的技术工人 全都是女工 我妈在村里挑了一批 有高中文化 肯吃苦又能干的妇女 去学习技术 村子里的妇女们也有力气 林奶奶跟秀琴沈子 早就暗暗做过记录了 哪些人适合进厂子 哪些人不行 都标记好了 至于那些男人 可以进厂子 可都是临时工 做苦力活的 我妈的厂子办得风生水起 做出来的家具 远消全国各地 至于以前我妈集资的那些钱 听说是投到什么股票里 给家具厂积累了原始资金 这是啥意思 我也不懂 反正就是赚钱了 现在人人都知道 我们汕水催的女人啊 有地位啦 这个我知道 我们这里家家户户 都有些藤边的箩筐啥的 这东西虽然精巧耐用 可谁又能想到还能卖钱呢 现在大家有了盼头 卯足近干活 我妈还专门拿出一笔钱 供妇女们学习手艺 保证人人有饭吃 现在我们村的男人们 思想觉悟也高了 以前村里谁家的男人 会下造做饭啊 可是啊 如今也能看到男人做饭了 没办法 女人们上工赚钱忙啊 男人们也会聚在田间地头 讨论着给家里张罗什么饭 喜欢攀比的男人啊 还要炫耀自己 给婆娘做啥好饭呢 也有男人 嫌弃一天到晚 洗衣服做饭的累 跟干活种地是不一样的累 这场景可是奇了 从前都是女人们抱怨呢 原来 男人做了女人做的活 也会变得像女人呢 小草 放假了呀 我奶奶在村头揪住我 走 奶给你炖了大鸡腿 去家里吃 现在全村 就属王家过得不好 我爸他了这么多年 只剩下一口气了 我二叔原先有些本事 进了场子 自视甚高 可是很快被从外面 学习的妇女们超过了 现在他呀 也只能干一些 重活粗活 我二婶前些年 也跟他离婚 跑了 孩子都没有 我奶奶瞧见我 总是想拉拢我 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 小草 你跟着你妈发达了 也不能忘本啊 你可是我们老王家的种 我认真的说道 奶 我现在跟我妈姓林 叫林兰兰 兰花呢 虽然也是一种草 可不是杂草 野草 我在我妈心里金贵着呢 我正拖开她的手臂 跑了 是的 我现在叫林兰兰 不是王小草了 我上学以后 我妈给我改了姓名 妈 听说你要在咱们县里建女校 我姓冲冲地跑进家里 我妈正在跟山子书对账 说道 山子 咱们得跟上大时代的步伐 网络销售这块 绝不能落后 另外 咱们这边物资丰富 发展土特产的事情 也落实落实 姐 跟你干的这十年 我是见识到了 你真是有那个 前瞻性 刘山子佩服得很 山子书也是有良心的 跟我妈一起干的正多年 他俩也没散伙 他私底下说 我妈是个心怀大义的人 越有钱 见得越多 越知道跟我妈这样的 吃不了亏 你这小耳朵 真是灵敏 我妈抓过我的手 笑道 县里给了一块地 是要建学校了 我眼睛一亮 只收女学生 我妈坚定地点头 对 我特别开心地 靠在她身边说道 我们班里 眼看着就要高三了 可是有五六个女同学都退学了 说是家里人逼着打工 那些女同学无一例外 都是家里有哥哥 弟弟的 他们也是穷乡僻然考出来的 心里再也不干 可是爹妈不出钱 供他们读书 他们也没办法 可是如今 我妈建成了女校 虽然救不了所有人 可是我相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希望的种子 早晚会撒遍大地 妈 我以后也要像你这样 做一个伟大的人 我立志说道 我考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 又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在基层锻炼了很多年 组织上把我派遣到一个 叫做龙泉县的地方 龙泉县是出了名的贫困县 也是出了名的重男情女 我走访了一下 好多地方居然还有婴儿塔 专门遗弃女婴的 在县里三年 我通过招商引资 发展了当地的特色产业 经济景气起来 我联合教育局 着手准备建立女校的事情 我始终记得 我妈跟我说过的话 懒了 女人在这个世界上 过得比男人苦 你现在虽然有了一些权利 但是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性别 要为咱们女人谋福利 建女校的过程中 我走访乡乡下 遇见了一个女孩 她瘦瘦高高的 眼睛很亮 她是主动找上我的 递上了她这些年的成绩单 这孩子是梳洗过一反的 指甲缝干干净净的 没有一点污泥 阿姨 这是我的成绩单 她满脸渴望的跟我说 我很想去上高中 我把她搂在怀里 温和的问她 妮子 你跟阿姨说说 你为啥要想上高中 这孩子看了一眼村委的人 跟我说 我 我想好好学习 做个有用的人 报效祖国 这话听着很排场 很多孩子都这么说 可是 这个女孩 说着说着 忽然哭了出来 阿姨 其实我是想考上大学 赚钱 赚很多很多钱 到我大姐接出去 她为了让家里人 同意我读初中 嫁给了一个瘸子 整天挨打 前几天还被打得流产了 身子还没好 又得下地干活 书里跟新闻里都说 读书有希望 有前途 我想抓住这个希望 让我大姐过好日子 村委的人表情有些尴尬 阿姨 我不明白 为啥男人的日子 比女人好过那么多呢 是不是就像我奶奶说的 女人生来蠢笨 她总说我就算是读书 也考不上大学 也赚不到钱 她嘴上说着读书赚钱 说着想要抓住希望 可她的脸上 却有着深深的迷惘 一代又一代的女孩子 就是在这样的打压下长大的 曾经的我 也是 我想了想 把我妈以前跟我说过的那番话 讲给她听 孩子 中国女性是最伟大 最坚韧的 她们拥有无穷的智慧跟力量 只是很多人被蒙昧了 有些人不让女人读书识字 把她们困在无穷无尽的家务中 困在生儿育女的痛苦中 剥夺了她们思考的能力 让她们变得麻木 其实我们并不比男人差 男人能做到的 我们都能做到 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你要相信自己 相信女性力量 这孩子男男的女性力量这四个字 脸上那些迷惘 渐渐散开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问她 她说 林清平 我听了一愣 笑道 真有缘分 你跟我妈妈一个名字 她是一个杰出女性 靠着做家具 帮助了很多女性脱贫脱困 林清平听了 有些向往的说道 我将来也要做家具相关的工作 向您的妈妈学习 那你努力哦 阿姨希望能在女校的考场上 看见你的身影 我给她加油打气 忙完了一天的工作 我连夜坐车回了我家 因为今天是两个日子 我一个妈的忌日 另一个妈妈的生日 回到家以后 我把今天的见闻 讲给我妈听 她听着听着 流起了眼泪 我吓了一跳 赶紧问她咋了 我妈泪流满面的说道 蓝蓝 那个叫林清平的小女孩 就是我 难怪 我妈鼓励我去龙泉县工作 原来还藏着这样一桩缘分 一阵飓风穿越时空 刮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一个叫王小草的女孩子 重获新生 一个叫林清平的女孩子 带来希望 女性力量 生生不息 全文完